我不知道大家對重慶的看法 因為其實孫中山說政治是眾人的事 其實都沒有說錯 不過當然大家說重慶就是在institution裡面 現在大家多數都是這樣說的 要不然就不是叫做重慶 因為你沒有公權力 你做甚麼關我甚麼事 今天晚上講完之後 香港不會對甚麼改變 除了改變了你們對我的印象之外 所以大部份的人說重慶就是 你有沒有在那個建制裏面做事 或者你又不在建制裏面 完全跟公權力是沒有關係的 到那個建制裏面去採取公權力 去行政公權力 大致上是這樣 如果你說這個叫做重慶的話 那很多人都很想重慶 但不可以的 因為公權力 公益有限 是用一種 即是用很多種的方法 香港就叫做小燕子選舉 即是不等值的 是吧 有些就說普選等值的 有些就說沒有了 政教合一 我上席說我要做的 也都可以的 那如果說我為甚麼會重慶呢 其實就是跟我小時候 我的出身是有關的 因為我很窮 那我覺得這個世界的風度 那我就重慶 在這個意義上就是重慶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有機會去到一個所謂的建制裏面 去採取公權力 為甚麼呢 實際上是很難 第一 第二是一個我們現在香港這麽腐敗的制度 是更加難 我之所以被人懷從 為了今晚有人請我現場 固然因為我是重了症 即是在這個建制裏面 曾經是因為香港人投票 委託我去諾法會那裏行駛公權力 當然那個公權力是非常好限的 那實際上是 這個人都是重慶 那你就叫我來講重慶 但是從更廣義的來說 即是找一個人去處理 他自己作為一個個人 或者這個個人在他不同的群體裏面 去用他的方法去影響 這些這樣的權力的分配行駛 以至到由於這樣引起的其他的權力的實現 或者資源的分配其實是無存不在的 大家都知道 Office Politics 我看看你們的相機才能聽一下 我的天 那你們全部都有Politic Office Politics Office Politics就是Politic 當然是Politic 有人的地方 就有Politic 有三個人的地方就有Politic 兩個人就不會打架 或者是 我講的就是 其實我在香港從聖是一個偶然 我相信在2004年 很多像你這樣的年紀的人 2004年你們都是很年輕的 應該是十歲的 或者在讀幼稚園 沒有沒有 2004年應該是中學生 還是小學生 是你們這些人投票叫我去 不如你走進去公權力裏面 幫我講話 其實如果你說投一個議員 叫他幫你做事 浪費時間 這個制度本身是一個 就是一個 本身是一個非常腐敗的制度 是那些越少票數的人 是越有權 這個是一個反比 就是說你越少人支持 你的權力越大的 明白嗎 就像這樣 越講得少的人 喝的酒是越多的 或者智慧越少的人 喝的酒是越多 OK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馬屋斯主義 我是用馬屋斯主義去分析這個社會 我的Heroe是這個人 其實在香港這個社會 要去做到我想做的事情 其實是非常之難 我現在做的事情是 如果剛才我跟這位兄弟談 他說 他說 喂 這個 人工智能 或者無疑真實 那樣東西 他講我講 其實很簡單 我想請教大家 你想想人類 就是有文明的歷史來講 有沒有解決到我們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人生的什麼 沒有解決到 我們在哲學上面的問題 人類從來沒有能力去解決 所以那個 Fundamental 或者ultimate ultimate 是沒有解決到的 我們是沒有解決到的問題 嘗試用其他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羅蘇說得最好 大家知不知道羅蘇是誰 我是哲學家 他的說法是什麼 就是說 他說科學家很搞壞 凡是科學家解決不到的問題 就叫科學 凡是科學家解決不到的問題 就叫做形異上學 就是科學家 不用解決形異上學的問題 大家IQ那麼高 當然明白 其實我覺得人類 我不知道人類的文明會不會滅亡 我相信有機會滅亡 有機會滅亡 因為可能我們的species 今天是不能夠再適應我們自己做的環境 是不奇怪的 我覺得人類本身作為一個 即是無論它是怎樣來 它的文明繼續的時候 其實我們應該是走向一個 真纏味的境界 即是我們是沒有意義 即是人生是沒有意義的 即是如果人生是 即是你爸爸的精子 和媽媽的卵子 結合了之後 有一個生理的作用 誕生了大家 那你出生的時候 你的意義是什麼呢 沒有意義的 他們死的時候 你才知道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你自己做你的人生 如果一個人是做自己的人生的時候 一群人自然 一群人做自己的人生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說公權力重要 因為當你 即是 Robinson Crusoe和這個 Good Friday 聽我的故事 聽我的名字 聽我的名字 不聽舉手 沒有聽過舉手 羅賓遜飄留機 有人突然在文明 有一個人叫Good Friday 就是Servant來的 羅賓遜 他們兩個就開始重申 人類最原始的分工了 你這個 endeavors 你這個 being,你這個 你這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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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分辨了 你這個活動 你做這樣 你做那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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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bene 他們像是不能開始生存的 而且老闆也觉得如果他沽返地做业 就比我还可以 我只是说 在这个角度说 我觉得这个故事是非常有寓意的 一个社会 若不是由于分工合作 我们的社会是不会进步的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 其实我的社会主义是非常简单的 其实现在人类的社会 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文明 或者是由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文明 造成的一个共同的文明 因为现在是说股材 都是由于不同的个体 去贡献他的努动力 和智慧去造成的时候 我想请教大家 那为什么有些人可以 是享受这么好 有些人享受这么低 我举个例子 大家就很开心 发得很开心 如果没有冷气 大家会不会听我说 当然不会 我常常说话这么闷 还这么热 就走啦 没有灯 灯很恐惧 没有人倒水给我们喝 就没有水喝 我们那集本已经说明了 社会分工的重要性 没有人建这座大厦 我们怎么会有这个场所呢 如果没有人去转车 没有人去转车 他们就老实说 你走到上来都气喘 如果我说社会主席就很紧了 如果我们接受了个假设就是说 我们的历史的进步 我们社会的运转 因为我们有一些累积 开始越来越好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人跟他分工的 所以那个分工本身 人类的分工本身 可能是有一些不同 因为我跟他有不同 跟你有不同 我们做的行业有不同 这些可能是引起一些差别的 但是不应该引起一个制度性永远的差别 而且那个差别是越来越大的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这个就是我从政的开始 我只会信 人类应该是根据我现在想 我跟大家讲的东西去运软 否则人类的社会的文明 是不会持续的 有一句说话就是说 不似社会主义就似野蛮主义 其实很多人说 马克思说的 马克思浪费时间了 说共产主义必然来 马克思没有这么说过 他说如果你不承认社会主义 就大家野蛮主义 他没有说到社会主义必然来 他说如果在资本主义以极大化利润而不顾其他的经济制度底下 如果我们不可以用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改良的方向 作为一个扭转的方向 我们会走入一个野蛮主义 意思就是为了极大化 极大利润 我们会走向一个由此而互相斗争 而且还有一样 就是我们会损害我们周边的资源 因为我们觉得人是最大 人最大 人最大里面那些人上人是最大的时候 不单止我们人上人是不会看那些人下人 连人都不重视的时候 环境就应该重视 那些草而已 冰而已 羊而已而已 牛而已而已 今天脚牛八脚 怎么想的 所以从我看上来 我所谓的从政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在现在香港这个公权力里面 我有一直位 第二 我都不认为现在这个制度 直线我在这里会做到我想做的 第三 就是我认为人类是应该 向着我之前讲的发展去发展 那我会认为香港 是在这个整个的人类文明的更新里面 去观察才能看到的 我就是看不到的 人的存在 就是人本身去存在 去发展他自己的潜能 去令他自己更加好 令他这个世界更加好 这个世界 令到我们身处的这个atmosphere 是更加好 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生活的目标 来的 他真是没有意义的 所有的都是重证据 但是人可以在自己的心里面 有一个remark 你提醒自己 但是你不可能将一些 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说是真的 因为你remark 留在这个心里面 当然是 就是你可以 我觉得他很英俊 如果我跟其他人说他是英俊 那别人说他没搞错 他一样而已 这就是个分别 所以我证明不到他是英俊 也没有需要证明 如果说到一些事实上的东西 我从来的 我从来的立场和观点都是 无事实的指红是不能 不应该指红的 是不是 这个很简单 因为 我自己也是受害者 因为我经常有人说 我收美金 又收那样 又收那样 我四十年 是不是 以前说是收努报 今天也有一个老人家 其实他也不老得我多少 有个女人在我旁边 好像鬼吃禮 那些人去做 美国比做中国人 搞搞真 在那里不断吃 我一天算身 我不是说你 我不是说你 我没有屈服 我进了地铁 我一坐在那里 那里就是那个 那些优先座 我看不到 我就坐在那里 他在我对面 接着他就看到一些臭层 有些小孩 男的小孩 他就立刻说 我要让你坐 接着他就看那里 我现在在那里走 我看到那个小孩 我也自己要坐 就是你看到就是说 是由于偏见 或者由于不实的指责 去造成的伤害很大 共产 就是任何一个 想控制民众的人 都希望用谣言来代替真实 所以其实共产 就是很简单 共产党放谣言 就是有百里而会一害 第一 第一 你自己说 就说到个个都是鬼 已经达到目的了 是不是 第二 就是 当他说某个人是鬼的时候 如果他真是 就是所谓 这个三人城府 纵口削金 就是说说多就是的时候 他达到目的 我觉得 这些说法要言 其实是 是很大的问题 不过我想再说深刻一点 因为大部分的人 都是在他的知识范围 和他有限的感性的认知里面 去处理问题 OK 所以大部分人 当那样东西 是超乎他的理性的分析 和感性的习惯之外 他一定觉得是有鬼 我说有鬼 其实鬼是什么意思 就是解释不到的东西 譬如突然那个相机 向我移动50 10米 你觉得我有鬼 其实可能是因为有原因 我们看不到 听不到 或者我们受的训练 是不能够 去了解这个问题 如果你说爱因斯坦 他说相对论 就是时间的因素 如果你在一千年之前 就是有鬼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 是会习惯于 对于我们不能了解的事情 回到一些 我们不用用智慧 去解决的习惯 去处理的问题 这个就是谣言的力量 周围来很简单 就是看张梅小说大的 就是凡事有正邪 所以如果在正解释不到 不一定是邪 因为是以分法的问题 人生当然比以分法 否则也不用有小船和戏剧 我想请解一下 你怎样看新加坡的政治正道 比较如果是新加坡 你会用什么途径去争取 当然 新加坡只能成为新加坡 大家要看历史 我想考考大家 你知道新加坡是 到底应该是独立的 有没有人知道 听不懂 是的 因为是第二次大战之后 因为马来西亚有马供 打得很厉害 终于是要独立了 独立的时候 当然马来西亚独立 其实是一个权宜之计 因为那些拿督 就是所谓每一个帮 都是有人是有特权的 拿督就是一个特权 因为在制制度设计上 他认为马来西亚 才是他们国民 所以他们是有特权的 地去起 但是计算来计算 那时候加 如果加上新加坡 作为一个最大 最多的话 在这个马来 马来亚全帮里面 加上新加坡 就是一个 华人 就是华人 可能是一个多数 所以他就要踢 踢新加坡出去 他是哭 你那时候回去 维基百科 他看见他哭 他是揮泪走的 走完之后 其实大家要 我不知道大家 对政治有否熟悉 就是新加坡面对的 就是新加坡 看进去的福地 Hinterland里面 全部都有共产党在搞的 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环境 因为有共产党 也有军事的专制 就是军事独裁 基本上是没有民主 有共产党游击队 所以新加坡是一个离岸的中心 因为你离岸 因为那些东西太不稳定 印尼有排华 因为印尼共产党 是当时全世界 除了执政的共产党之外 最大的共产党 是1966年 正面才将它搞定 新加坡之所为新加坡 可以存在 是因为冷战的需要 英美 他们是要在一个 正在火烧的Hinterland里面 有一个稳定的金融 即是中心 Banking system 那些运输 那些运输 那些 其实跟香港一样 香港的Hinterland里面 是大陆的 大陆是被共产党统治的 那就是在外面 这个 这个 新加坡之可以 行穿制 而有一个 prosperity 是因为有这样的需要 新加坡和香港 都是两个岛 而是有这样的效用 所以如果你分析新加坡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树例 不是一个范例 那 新加坡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新加坡的历史 新加坡的历史就是 李光耀去将他自己的同志去囚禁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叫做 内部保安法 ISO 就是可以将一个人 无需法庭判决 混三年 然后再混三年 是这样的反对派 没错 如果说回来 就是为何新加坡能够有这个范例 很简单 因为你整个Hinterland 整个这么大的福地 赚多的钱 拿去新加坡当然可以 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在500只牛里面 可以拿一些牛肉汁或者牛奶去养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一定可以 就是这样 新加坡所谓一手胡萝卜 一手大棒 之所以可以 就是因为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里面的分工 令到它可以席累一定的财富去分给新加坡的人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它是要 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说 新加坡的专制当然很厉害 如果我们留得共产 就留得它 但是英美是熟视无睹的 因为它是要反共的 即是说 英美是很怕共产党当权 令到他们在这个东南亚的利益受传 就是这样 所以它只可以一个 一个是树例 不是犯例 对香港在内 设计划波 不能争取民主 因为它是 可以不谈审讯 就是混你三年 那就没有了 我希望大家上网看 因为林清祥 是李光业的战友 他被李光业混了几十年 例如那个时候 叫社会主义陣线 Socialist Front United Front of Socialists 大家听我说是没用的 你上网去看我 就看到了 即是它是 将自己的昔日的同志 当是共产党 其实林清祥是共产党 将它睡完三年 又三年 睡完三年 今天马来西亚也中了这条例 大家是 即是 那个Internal Security ordination 是很恐怖的 你听过没有 是可以不用法庭判 只要政府 觉得那个人 是 令到内部的治安 受到威胁 混三年 那你实际上 你实际上 你真的准备在监房里 就可以了 由政府去说 一个人 是会迷害新加坡的 内部安全的时候 就可以混三年 那这些人 都可以搞 香港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 你们不要傻了 以前我们是权宜之计 为什么呢 因为当邓小平在说 一国两制的时候 中国的GDP是低得 母亲都不赢得 他那个 Foreign Reserve 是低得 母亲都不赢得 是根本没有资格 在说话 你整个香港 卖给他都没有钱 因为人民币是废纸 那些 到GDP这么多年之后 他觉得维高不是 我们在实行一个 在全球化里面 和美国佬在玩游戏的资本主义的时候 他就把你拿进去 你是要配合 我们的国家资本 一党专政底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去玩东西 那你已经解决了 已经不是权宜之计 不是说2047还是否走 因为两只群人浪费时间 现在已经不是 收皮了 你进去我那里 他说什么 我们已经在建立 有一个习近平 思想主导底下的 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 他解决了两个问题 所以他说了两个一百年 第一个一百年是什么呢 就是共产党建党 就是2021年 因为共产党是19210建党 现在就在那里举拳头 其实是19210 那么2021年他要做什么呢 他第一个任务就是 这个稍后我会再说 要问林郑 他基本上是要将 香港作为一个配合 他们的国家资本主义 走向全球化的一个据点 定了 第二个就是 中国梦就是2049年也是很远的 是不是 我就一定没有命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 2049年是很简单的 其实 香港是作为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从不从香港做中国的历史 其实当日 邓小平说的一国两制 就是说香港作为一个示范单位 示范给台湾看 一国两制 你示范给台湾看 台湾人还要你这国两制 你不就说 不会的 香港的示范作用都没有了 没有的 即是你说 台湾人你不用怕 我们日后 台湾和祖国统一之后 就像香港那样 他说多谢 多谢 这条贸易我不要的 不是贸易 这条贸易 所以其实他 在政治上向台湾做示范已经没有了 你想想台湾人看来说是这样的 人家 人家 台湾的立法会议员 立法院的议员 委员 选员可以DQ 不是啊 是不是病了 即是没有了 其实他程哥 邓小平的盘主已经没有了 即是他已经直接就这样说了 你喜欢也不喜欢也不 我这个习近平我发的那个梦 叫做青秋大美的中国梦 我是会实行 最恐怖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回这些我再说多几句 因为如果有瘦身看习近平的说法 2021年就要实现中国军队的机械化 我忘记了什么 还说要升级 但是2035年 大家记住是2035年 2035年就实现中国的军队 是全球里面强大的军力之一 2035年 2049年有多少年 14年 中国梦是什么 中国统一 即是说 2049年如果台湾不就范 我打叉你 我打叉你的前提就是 我2035年 要有一支军队 跟美国分庭抗礼 即是说 我如果硬打台湾的时候 美国人干涉 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人 因为习近平是希特拉 是很恐怖的 这个人 是非常恐怖的 如果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希特拉的书 他说的和希特拉非常相似 希特拉说什么 哎 我们德意志民族 非常之厉害 只有两种人害死德意志民族 哪一种 还有共产党 对不对 犹太人及共产党 什么犹太人 就是贪官 哎 犹太人 哇 真是正 正什么来的 哎 整天又放贵里 又垄断 那便杀些犹太人 接着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 现在叫什么 维权人士 长毛 刘曉波 我把火药震出来 你看到 这个狂妄 是我未见过 就是说 由他们没钱 要靠香港 到他有钱 overtake香港 再想着全球 去推行中国梦 是霸权的东西 这个是邪老实说 这个是军国主义 就是说 你喜欢是好 不喜欢是好 我中国要崛起 我要崛起的时候 如果有人阻止我用军队 首先是经济的力量 所以你们在 你们很多在银行做 你不觉得大陆都口臭吗 就是口臭的 很简单 我立即的律师跟我说 有空谈谈 就是说 那时候海航 和你生未衰 很多钱 那怎么买呢 这个我觉得 我不知道大家 觉得自己不是中国人 我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我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我真的非常恐怖 为什么呢 如果中国变成了 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 的时候 我们一定受到良心的裁判 在中国是不能支持军国主义的 但是你是叛徒来的 明白吗 就是说 等于你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 生活在特国和日本 非常恐怖 非常恐怖 今天他们在香港 林郑财大戏 就是权大戏 所以 十岁 一个人 觉得他只穷到钱 只穷到 只穷到 只穷到钱 一个人觉得 他自己聪明到 只穷到权的时候 已经是 It'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有问题想问 记住全子底 下位会员 首先 大家就会员自己发问 有没有什么分享和讨论 可以给嘉宾有点时间吃吃吃吃吃吃吃 大家有什么可以说 那他说完之后 中共是想主导地产市场做新的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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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他自己没有土地 因为他在 中共来香港最大的 问题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处备 那些土地处备是因为 四大家族 長年累月去大量買那些沒有價值的農地拿回來 它是沒有的 聯合中共去打倒那些 四大地產權貴 引流入室拉雞仔 其實現在共產黨也想打倒他們 方法就很簡單 現在林鄭做的是什麼 第一就是它說會活化 現在地產商手裏那些 賤價買回來 屯回來的農地 或者是一些棕地 它會活化的時候 有一個誘因 因為那些東西買回來根本沒有價值 如果你用政策令它有價值的時候 就是說它又沒有價值的東西 變成有價值 OK 那它當然是 但問題後面有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你拿了這些地產的時候 你是要跟中資合作 很簡單的 就是說 用John Venture也好 或者用股票買賣也好 就是說它將資產化之後 再證券化之後是看不到的 因為我買一間公司 那是差事嗎 那些公司裡面有土地 是吧 它不用懲罰 就是土地買的 所以這個就是 為什麼梁振英 說炒樓不行 但是炒地是可以的 你說什麼 這個就是個關鍵 炒樓真的不好 炒地就不錯 海航炒到這樣 有沒有說過話 沒有說過 麵粉 這麼貴 難道麵包會便宜嗎 是不會的 好了 你說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認為 中共現在要來香港 要不就跟香港的地產財團結合了 然後分裝走人 你看李嘉誠連他的中文中心都買了 一定是善價而估 那個方法是什麼 叫林鄭月娥 去用那個所謂活化 地產商手中團的無價值的地令 它有價值 用公帑領導有價值 為什麼用公帑領導有價值呢 就是說 一定是不會值錢的 你不蓋路 不蓋鐵路 不搏水搏電 不弄WiFi是不會值錢的 沒有配套是不會值錢的 意思是什麼 就用公帑去令到 現在沒有價值的土地 有價值 然後這些地產商 再通過 跟大陸財團的交易 脫身走人 一人分一半 或者三七四六 這個就是現實 那你問我為什麼不 跟中共聯合去打倒現在中共的地產 打倒現在香港的地產 基本上是無資 沒有資的可以說 基本上等於無資 就是無資的 是看不到這個問題 只是從馬歐斯主義的 那個所謀分法去考慮問題 共產黨一早已經不是革命的政黨 是一個貪戶的政黨 你和貪戶的政黨 是犯貪戶的時間 馬歐斯主義的制度 和民主是沒有對立的 即使根據你的說法 我不知道那個數據是怎樣來的 即是說一半的人是有置業的 即是說他在香港買了資產 我不知道那個數據是怎樣來的 第一個我不知道 我懷疑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 如果 現在馬歐斯主義的原理都很簡單 就是說 如果 如果你是 那些 那些 就是 資本 可以表現了很多種的形式 有 有 貨幣資本 有 有地產資本 如果你說那種 就是說 一個人 他買了一層樓 我不知道你 那層樓有價值 那麼 那個價值就是 隨著市場的上落 而 會有財富效應 你聽一下明白 你聽一下明白 真的明白 OK 那 所以 其實香港人現在全部都是欺騙自己 就是說 當你有層樓的時候 未供掉的時候 你是負債的 即是 我也覺得 我層樓好像 我買的時候 500 現在 7、8、5 我賺了200 你先供掉 是不是 所以 其實你如果從這個角度說 大部分未供掉樓的人 是負債人 明白嗎 你說什麼 你要實現那個 價值 首先 要去 實現了那個 那個 那個 你的物業的 由價格 而帶來的價值 是 找數 你老實說 你賣了一層樓 給你 500 是 750 那 那個數字 你賺了200 但是這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 你們做銀行 是先還本金 然後才還息 不是先還息 然後才還本金 那你也要還本金 你要什麼賺呢 賺不到 其實 只不過你換了層樓之後 如果財富有力 你更加 你的能力就大了 那你又去供過 你以為你真的有錢 浪費時間 只不過賬面有錢 明白嗎 我講什麼 其實 所以其實你說的那樣 就算他有50多人 是剪了業 老實說 有多少錢 而且當大家一起去 開始去實現自己的物業價值的時候 那個 market就會crash 因為大家去買 你在說什麼 所以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們是被 騙了很久 香港的業主 大部分都是負債者 只不過就是 我們找了一個非常危險的遊戲 就是說 我們是用了 我們住的地方 或者我們 如果用住的地方 就非常危險 it's too risky 因為你是不停地按 而按 或者你 好像我剛才說 賣了一層樓 再去買一層貴一點的樓 給三成 首期 然後再去按 其實那個財富遊戲 是你這幫人搞出來的 老實說 說一句 說一句不要聽 我為什麼要同誠你 你 你扑街 他 這麼喜歡賺錢 我要補保你一定贏 這個不是矛盾來的 不是馬克思主義 和民主的矛盾 而是實際上面 那幫人在賺人 那如果你說 他們是多數的時候 那當然是用民主的方法 我帶你回去窮鬼死 我覺得不是 窮人一定是不會贊成 繼續這樣賺錢 那問題就是 其實講的很簡單 講講香港的政治現實 我們泛民主派贏三十萬票 即是在那個所謂超級區議會 我們贏三十萬票 三十萬票 在一個只有七百萬人的城市 投票人數只不過百多萬 贏三十萬票 改次換代 收皮了 我明天就宣佈 月下億留價 沒有 這個就是問題 所以我覺得其實 在民主的角度來講 大部分是不會在 用你的說法就是 不能夠用財富效應 去增值 而獲得好處的人 其實是少數 我覺得 他們應該為多數的人 應該在公民之中 應該受到損害 我應該是這樣 譬如說那層樓 是七百五十萬 在市值的 你還沒買樓之前 你也是負債的 對嗎 我是負債同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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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可能我看一塊 你的層樓是七百五十萬 當你還沒買層樓之前 你還在供債 即是你在付債 你買了之後 除了剩下之後 那些就是你賺的東西 譬如說 你的層樓是五百五十萬買 你給了一百五十萬 去做本金 然後你供了 然後把七百五十萬 減掉那些 就是你賺的東西 我相信這些是 即是 unrealized gain 這個大家都可以理解 這個就是accounting 101 我問的問題就是 當你要再住的時候 你買了一層樓 如果你再買一層樓 價值更加高的時候 你就是把你那些 賺回來的本金 去把你買一層樓的價值 貴一些 期望那個財富效應 帶來更多財富 那你那個層樓不是要來住 但你的assumption就是 譬如我賺了二百多萬 然後二百萬買個 買個豆腐飲來住 我一定可以 而那個我現在是realized gain 我再用一層樓 拿回二百多萬出去買個 你assumption 就是說你跟那個銀行家說 現在我那層樓的差價是 我有七百多十萬的資產 我可以按多少 當然是 但是你要實現了 你要假設就是說 你要去 你那個價格 比如七百五十萬的時候 就是你告訴我 那個人的財富就是 你那層樓是七百五十萬 可以借貸多少錢給你 你做市場可以多少 或者就算你這樣借錢 可以抵抵多少 但是那層樓不是真的 你都是要去借了 拿去錢用 才可以 你是要找了錢 才是你的錢 你的借貸能力 不是你的錢 借貸能力 是你的錢嗎 我想答一句 我想答一句 我想長毛不需要 解釋得那麼長 因為這個是大家 大家的立場 的想法完全不同 這個assumption of fact 如果你的信用性 是等於你的錢 那這個金融機構就亂了 這個就是為什麼 現在 這十年這麼嚴重 就是兩元炒一百 就是等於那些衍生性產品 我去買 這個 那些 那些 股票的組合的時候 我給你兩元 你幫我補完全部 就死了 Sorry 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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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credit 和derivatives 和leverage 三樣東西完全搞亂了 我相信這些concept 你應該要搞清楚 雖然我覺得 你自己是支持者 但我覺得這一部分 是值得 clarify的 我可不可以答一句 其實我想不要搞得那麼複雜 因為你那些finance的理論 我想不要很觀賞在這裏說 但我是CPA 反正的理論是很簡單的 就是極大化 就是說 你有兩元 我相信你十元 但creditability 本身不是錢 否則你不會 當你那些樓 是跌值的時候 你會補倉 因為市價一跌的時候 你要補倉 你回答我 如果這樣的時候 為什麼要補倉 你以前是值那麼多錢的 如果你跌了就補錢 他就不相信你以前的價值 到現在的價值 由於社會勞動的分工造成的差別是存在的 但是它不應該是差別太大 和永遠的 其實社會主義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我是會令到你的下一代 或者你 有一個令自己更加好的機會 就是說我們如果社會主義社會 就不只是拿一份人工 而是所謂社會公司 所謂社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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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都可以 譬如說我給你讀書 我給你拿到更加的技能 去改善你本身 而令到那個社會勞動分工的差距 是小了 你舉個例子 我今天是砌穿的 你訓練我做 舉例子 你訓練我做電子工程師 也免得跟你說 我不想做電子工程師 但是我兒子 由於我是砌穿的 他拿回社會公司 就是他去讀書的權利 明白嗎 那他將來就不用砌穿 或者就算他砌穿的時候 也不是說 在社會勞動分工裡面 那個勞動價值這麼低 明白嗎 就是說砌穿的人 跟一個醫生 不應該是這麼大差別的意思 不是說叫那個醫生去做砌穿 這個是毛澤東說的 是笨蛋的 明白嗎 這個醫生沒有需要砌穿 他喜歡砌穿也是可以的 放假砌穿也是可以的 應該給他砌 因為毛澤東是亂搞的 就是說 既然勞動分工是無差別的時候 不如調亂勞動分工 浪費時間 既然魚和牛肉都是給這麼多錢的時候 強逼一個不吃魚的人吃魚 就不會是傻的 所以社會主義那個 不是一個原始的上網 就是說 當人類的生產力發展 即是我們技術 或是科技 所有我們整體文明的能力 是令到這些能力的差距 降到很低 不用找一個勇士去搬穿 很快搬 用機器去搬 是不是 我們整個社會的投資 就是令到那些勞動者 用最原始的 所有permitive 那個laboring contribution 減到最低 明白嗎 尊重勞動 不是叫他勞動多些 是令他的勞動容易些 以及他的勞動不是純粹是體力的勞動 而是多些是努力的勞動 你全部都是IQ人 當你擔 擔屎擔十六個小時 你的IQ就沒有了 洗澡就睡覺了 你叫做社會主義 不是這樣想 明白嗎 社會主義一定是 當我們的社會 因為我們整體的分配更加 好的時候 我們整體的能力是向上升的 明白嗎 不是有些人一輩子要擔尊 明白嗎 或者擔尊的人本身都是會厲害些 其實你去到西歐社會已經發現了這件事 就算是一個擔尊的人 他都讀過大學 當然他 因為在勞動社會裏面 他沒有去大學 那個 那個 他讀完大學 他不是做一份 一定是大學做的 他去齊專 他的工資 他的工資 就是他 那個個人的部分 工資都會提升 令他可以養妻活兒 第二就是那個社會工資 他兒子都讀大學 那時候容易一些 現在我們香港的中產階級 每個人都會說 我沒有空 我不會去玩的 我不會去吃的 因為我兒子 我女兒要去澳洲讀書 我去省錢給他 糟糕了 我女兒去讀書 是因為要你成家人 很惆悵 或者你住一個500呎的單位 都已經是全一輩人的目標的時候 這是什麼奴隸主義 不是 It's not even capitalism 是吧 It's a certain 龍奴制度 其實他所謂的國家消貿論 就是 當我們的社會 是分裂了做不同的階級 每一個階級在一個生產 那個所謂的 那個所謂的 由於他們維持不同 得到的分配都不同的時候 這是階級的社會 將來就不是這樣的 所以在畫師主義那個說法 當來都不算是民主也不需要 因為國進所來國取所需 就是最少政治上的民主也不需要 民主已經是說 喂 今天吃什麼好呢 吃牛肉還是吃魚好呢 或者我們下個星期 這個門殺會開會 到底是逐棋好 還是打票牌好 或者是 警衛好呢 就是 作為政治的民主已經不存在 就是說 去 透過 投票 去賦予公權力 給某一些人 再去代表大家 去分配那些資源 機制已經不需要 所以 我覺得 兩位都是馬克思主義者 沒理由 連最基本上色都不知道 就是 馬克思主義的說法 就是國家 政府是會消亡 因為這個是 人做出來的 人做出來的 如果沒有需要就沒有了 所以 當然你說 在國家被消亡之前 是不是民主 應該越來越擴大 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馬克思說 就是 你資本主義 有民主都沒有意思 因為 窮人是沒有民主的 如果你說 其實這個你問得好的 我想大家都可以 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你說 因為它是 要將資本的利潤 極大化的時候 造成了 市場的 無政府狀態 這樣改變 那用什麼去代替 你當然要用一個 更加好的制度 那就是民主的制度 就是說 生產者 和消費者 本身去決定 我們投放多少資源 去做這個 或者做這個 就是這樣 就是它那個 所謂 民主的社會主 就是這樣 就是在我剛才說的 所謂國家消亡之前 就是這樣 所以 當然這個是 大家現在 在這個社會很難想像的 就是 其實我們不是 怎麼說 我們不是用市場去決定 當然這個 大家應該爭辯的 我覺得應該爭辯的 市場本身 即使它是無目的都好 都是人選的 只是我不用選票出來 就是我喜歡吃 我吃某肉 那就是 舉回這個做禮 舉回今晚這個做禮 當然我們不是生產 我們是消費 就是說 我進來的時候 他給了我 你是Bleaf 你或不是 是Fish 那我們就有一個 知道了 20個 Bleaf 19個Fish 那我們就沒有浪費 這個就是所謂 計劃經濟的原理 你有自由選擇 Bleaf 或者Fish 沒有人能夠強制你 但是 你要問 那如果吃Chicken 怎麼辦 其實是問題 你要說什麼 如果我們只有Bleaf 如果只有Bleaf 和Fish 那就可以了 那如果有人 那不是 我喜歡吃Chicken 那就可以了 可以的 就是這樣 所以問題就是 當我們在有限的資源裏面 去說 這個 這些人自己決定消費 什麼生產物的 市場 市場就不是 長毛你想吃鴨 不好意思 鴨要貴50元 那我就考慮 那就是市場 你長毛想吃鴨 不好意思 50元 那我就說 不要了 不吃鴨 你會問 為什麼它有權吃鴨 鴨比較貴 為什麼我們都吃 可以吃Bleaf 或者Fish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就是 社會主義和 資本主義 不是 資本主義就不用了 因為長毛有錢就能吃 吃鴨 說什麼 你有錢就吃鴨 社會主義就不是 那吃鴨 為什麼不給它吃 那些鴨比較貴 那它都有份 給它吃鴨 就是自由選擇 這就回答了我們 所謂自由 民主 市場 社會主義的問題 如果我們說社會主義 就是說 既然現在大家有份 那吃鴨就有它吃 因為它喜歡吃鴨 有什麼貴不貴 它吃鴨不是吃錢 它吃它的欲望 吃肉而已 每個人去 去完成自己的欲望 基本需要的權力 最大的時候 就不應該用錢 社會主義 如果每個人 完成他欲望的成本 不一樣的時候 那是不是每個人 都可以給他們 問題就是 很簡單 我經常說 假設我們基本上 人類社會的文明 和再持續 是要大家分工合作的時候 那有什麼所謂 是不是 不是說做多做少的問題 它不做也沒有 有一個醫生說 我醫生很厲害 我拼損 我不拼損 你有醫院 沒有醫院 你在哪裡去吃手術 沒有電 怎樣去吃手術 這個其實是一個 你可以說 是一個思路的分別 如果你說 沒有我不行 所以我要貴一點 就是說 我其實是重現多些 可以拿回多些 如果這個東西成立的時候 一定沒有社會主義 我覺得可能有量的 就是說有這個 quantity的分別 但是它是沒有quority的分別 這個quority的分別 是會隨著我們 人類的進步 拉平的 就是說如果將來 很多人做醫生 醫生就不值錢了 哥 你知道為什麼醫生值錢嗎 是因為我們供應 很少醫生 如果我們全部都做醫生 香港醫生就不值錢了 我就可以做砌磚 那個 因為砌磚的人 很少 當我們只有牛和魚的時候 當然是可以解決到 因為 這個就是 其實我是反過來說 市場是有一定的功能 因為 當我們說要吃雞的時候 它就出乎了計劃 所以其實 我們說 我們今天吃牛肉和魚的時候 我們是估計 就是這個計劃經濟 就是說 吃魚和牛肉 大家可以解決 如果有人說吃雞的時候 就會破壞了這個計劃 因為 你說的好像不太分 不要緊 因為我剛才所說 譬如有五十份牛 二十份魚 但是有三十個人 想吃魚 那你所說的計劃經濟 但是是否 計劃經濟告訴 有二十個人 它可以吃 有十個人 告訴它 他們不可以吃呢 其實資本主義也是這樣 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一定是這樣 很簡單 如果不是 你就不會有 austinity 就是不會有緊縮政策 如果我炒 我炒 就是你整個歐洲或者美國 2008年 那個stock market 或者verdivarity 的product 一crash了之後 我們要緊縮 我們的社會很嚴重 不要用那麼多 資本主義 不是叫人緊縮的嗎 你沒有錢還 你就不要再做那麼多社會福利 大哥 我就真的完全 我覺得 所謂市場經濟 其實不是有計劃經濟 如果你超乎我金融市場 就是能夠用 capacity的時候 麻煩你緊縮還錢 最重要是還錢 這個我真的沒有辦法同意 你說資本主義 真的是一個 是根據市場來分配 不是的 是根據市場的crash之後再分配 那你希臘人有什麼罪 為何突然要緊縮 喂 喂 美國 這個 Wall Street 炒 炒到焦了 那美國人 就要緊縮嗎 喂 第一年之後 他又分回花紅了 因為 用那個 所謂奧巴馬 那個工錢的計劃 那現在我們 十年之後 都因為工錢 搞得這樣 喂 即 我的說法很簡單 你說資本主義 真的反映到人的需要 以及那些人想怎樣 其實是假的 如果你看回 越來越 十年一次 十年一次的 這個金融市場的大災難 你已經知道了 梁先生 你這個point prove到capitalism 是不公平 但你 prove不到 計劃經濟是比較公平 計劃經濟 如果他沒有民主一定不公平 他只能救到他 所以說 共產黨說 沒有民主才能做到社會主義運民 或者沒有民主才能做到資本主義運民 因為 如果你不用市場機制的話 即不是用錢之外 就說了 如果給多50元 就可以吃鴨 的時候 已經解決了長毛出去吃鴨 就給了50元 因為他有多50元 如果你說 今晚坐在那裡的人 說 長毛應不應該吃鴨 就是一個問題 長毛應不應該吃鴨 就是一個 就是我們去 在有限之年之下 去分配這些東西 明白嗎 如果你說 社會不只是吃東西的時候 我自己已經說了 不是一個 一個family 或者personal的 如果你的judgment 是一個social 的 就是他會在 一些大家都可以得到的東西 拿回公平 大家都可以有機會去讀大學 大家有機會去做這件事 社會主義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多財富的時候 我們將一些 叫做權利的 變成為 welfare 不是 Welfare 變成權利 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排的 就是說 排了 那時候 我們不要把那些錢 把那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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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些財富 把那些財富 變成了 所以我們現在所謂的scare 那些東西 是變成了不scare 就是說 本身是要用財富才能得到的 變成了right 其實我們人類北後都是這樣 以前我們讀書的時候 小學 都未必能讀得到的 剛才我們說 小學一定要讀得到 然後中學一定要讀得到 然後大學一定要讀得到 就是這樣 師盤尊也要這樣做 因為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這是一個training of labor force 他也是有福利便權利的 他們也是這樣做 不過他覺得他有需要 所以其實社會主義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在個人來說 因為有差別 他暫時還有一些 在個人的分配裡面不公平的話 我們是用社會公司來補救 就是說 我每個人都讀大學 那每個人都讀大學 就是為一個公平的起跑線 現在我們這個市場經濟就不是這樣的 那當然 在一個比較富裕的資本主義 都開始走這個 這個路 就是這樣 就是你不可以經常 還是用個人所特來看的 如果你說社會主義 就是說 譬如你可能 我們社會的總的GDP 有三成是要來做個人的分配 有七成是來做社會的分配 那你那個所謂欺有性就開始慢慢少了 你明白嗎 那首先你贊不贊成實際上 實行是有問題的 假設我剛才不是五十份牛肉 二十份魚 而是五十萬份牛肉 二十萬份魚 而是三十萬個人想吃 那你透過一個民主制度 你是不是可以很方便 立即可以有一個最好的Allocation 或者最公平的Allocation 那你很難 我們明白資本主義接近萬惡 但是它有一個很Efficient的方法 去解決這些所有的矛盾 對不起 對不起 資本主義不是這樣的 資本主義有錢去拿 有錢去拿有多少 那你現在整個阿菲克 都能夠為了 南美洲不計算 你現在說來說 資本主義的文明就是在東南亞 那裏的四小龍 在Emerging 我覺得這條題目 你現在說 整個資本主義 根本都不計算到市場那裏 在非洲中陰 比如你這樣過去 你有沒有想過非洲 你連國家名字都不認識 你想想南美洲 你認識了幾個國家 因為那些不計算進去 除了人家破產的時候 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全球的制度 已經是right off了大部分人類生活的地方 資本主義有一個很方便的方法 去令到大家去想 想現在有個所謂的instant gratification 即是現在開心還是之後開心 它已經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但是你socialism 你永遠只是說 靠民主制度去做這件事 就是你贊不贊成實際上實行 是很接近不可能的 如果當社會的規決的時候 就無論你是否用計劃 它都因為規決 引起了那個分配的不平等 因為問題是在於你不夠分 即是不能夠第一時間分到 給所有的社會的成員 所以我也強調了 如果你用馬克思學說 就是要那個物質的豐富程度 到一個程度 才可以衝破了用貨幣進行交換 否則你一定會用貨幣 那是武漢邦 可以說是武漢邦 可以說武漢邦 可以學你 即是你是不是武漢邦 這件事實際上不會發生 不是貼完無限 不是因為那件事是否貼完無限 是人的欲望是無限 其實是相對的 如果這個欲望是無限的時候 我貼完 就怎麽會 我滿足到欲望呢 我們在說的是一個學理 不過如果你說一個學理的時候 如果你說資本主義的分配制度 和所謂的計劃經濟的分配制度 我覺得雙方最重要的就是 社會主義如果不用市場經濟的話 它一定要民主 這就是為何民主對於社會主義 是一個不可劃的corner stone 他說共產主義他最多極權 他也不是共產主義 那麽沒有了 就是沒有了 主要是共產主義的國家 主要是傾向的權利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 罪人那個革命之後 他是將他變了一個 由少數人去統治的 其實我正在回答他的問題 如果你說你要責社會主義 按照的威的社會主義 你要將市場經濟收縮的時候 你一定是要民主 如果你不用策票去计划生产 用选票的时候 你真的要让他讲到事情 有自由和民主去讲完所有的事情 再做一个民主的决定 所以如果当一个革命阻害政权 有一班人说我和你决定了 不用民主的时候 他一定是玩完了 因为他比资本主义更差 因为资本主义是用策票 我的策票购买力我死 那么你已经取消了这种东西 你慢慢去取消 你还不让人民主 最后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面 谁去享受什么 谁去投资的时候 有一个小权人说 小权人说就变成一党专政就是共产党 就是说他on the way 去社会主义的时候 有一班人去做代理人 这个代理人永远的 他在说什么 我意思是这个代理人是共产主义发生的 那么你就算看香港的社会都是 我刚才去讲这个一地两检都是 一地两检 讲了话不算数 最初说只有900亿的经济收益 现在说是2700亿 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他讲完之后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乱讲呢 第一他不用拿钱出来赔 第二他没有政治后果 这个制度一定不够的 因为没有check and balance 为什么香港难搞就是说 我们整个官僚制度是永远的 是不可能被动摇的 所以他错了是没问题的 大部分一党专政说自己实行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这样 我错了是你负责 有错不是我 错了是你负责 这个跟社会主义根本是完全的原理 我不是讲那个 不是讲那个pragmentic的部分 是讲那个theoretical framework 都是不合理的 因为如果你很理性地看 如果你不用市场去做一个分配的机制 一定是用民主的 民主是不是一种好的机制 这位的argument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说原理来说 我只是想解释 社会主义如果是民主 是一个最坏的社会主义的制度 因为这个比资本主义更坏 做非建制派的意愿 非是非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做建制派的意愿也很辛苦 真的这么耗料 真的不是这样的 老实说 我真的心底话说 你应该做过的议员有多难 做过建制派的议员有多难 做过非建制派的议员有多难 做过非建制派的议员也不是很难 因为非建制派的议员是很难 因为你现在受到很大的压力 因为很痛苦 在长期一个受歧视受打击的环境之下生活 心理上会有问题 会有情绪病 有情绪病 就算是建制派的议员也很难做 这么无耀 这么无耻的事情怎么做 都很无耀 我刚才说过一句说话 跟曾慕成 我真心说过 我公开说过 私下来说过 我走到他的办公室 我说 阿曾 你不要竞选特首 我说你未够无耻 你无耻才能做到特首 因为你后患无共 曾慕 你看那些特首有多无耻 是不是 你不发觉 现在刘郑的新政是不停地更正的 他现在不是特区政府 而是特更政府 是不停地更正的 他经常都说你听不明白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 真是现在这个政府 怎能保持信用 你讲到实言实耻 讲两次都听不明白 那到底是怎样的 他经常都不想承担责任 所以我觉得 我的答案就是 做政府更加难 现在是特更政府 不是特区政府 经常都要跟正的 你没有答过我问题 你没有答过我问题 我现在做议员的心态 很辛苦 辛苦 我现在想说明 心态 是 你的心态都觉得是捱耳气 捱耳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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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捱耳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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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顶住 因为这个是你的命令 人家叫你为香港人做事 要争取 他们想你做的事 你现在还没完 那那个命令 要你参选才拿到 他就参选了 2016年 他就中了 人家就选了他 他现在2016年 已经拿了命令 现在是2017年 还有3年 你做人一定是这样 最起码的原则 你的命令是因为 你自己的政纲 和你的抗耳气 拿回来都要做 如果不做 就是不行 其实 原本他是说career 他给我的提供 其实我不当我 搞这些运动 或者做立法会 要有career 很简单 I'm not a careerist 我做这些东西 我希望社会会好些 亦都是我的心愿 我不当是一个事业 不要说我的份工 career 就是我们一个人 career 已经很高境界了 对很多人来说 我一生人的事业 所以我对我来说 没有了法会议员做官员 有很多不方便 我一个法会议员 有一个话语平台 有资源 可以帮到社会员 可以帮到社会员 但是对我来说 换了个崗位 而且据实说 我的年龄 都比较大了 现在 我六十二岁 其实都差不多要退休 意思就是说 退休不是说不做事 而是说 作为一个 要自己作为一个全职 还有一个适当的体能 以至到精神去做到一份全职务的人 距离得越来越远 尤其是我那些 因为我本身不是有很多人 替我代劳的 就是我没有很多 staff 什么都是自己做 所以其实我都会感觉到 可能我角色那些会转变 如果我去立法会议员 容易一些 因为老实那些 真的有年龄的限制 我想大家比较年轻 不会感觉到一样 即是你老了之后 有些是你不从生 以前我喝两次红酒 一边继续都不醉 一边说 现在你要喝一次红酒 即是说已经开始吵你了 不能说 所以在我来说 由2004年 香港选民给我的mandaid 令我做到的事情 我很感恩 现在被人拿走了 很可惜 但是其实 做立法会议员 其实真的不是我的 最大的愿望 我不做而已 其他人做而已 你不让长毛做 其他人会做到 除非你取消选举 其实共产党现在有一个 陷入了一个paradox 就是 你又不可以取消选举 你可以限制选举的权力 即是说 真的越多票的人 权力越少 你不可以限制选举的形式 如果你说民意的表达 他真的已经死了 因为你次次输 只不过现在他选输也有权 因为制度不合理 实际上他有什么资格 他说代表香港民意 我真的不明白 你选生都输了几十万票 各位都明白 输几十万票是很严重的事 输几万票都要走人 几千票都要走人 我觉得香港人已经习惯了 即是制了路 其实是这样的 合理的 别叫什么 其实老实说 只要香港真的有少少理性的 即是制度 其实你让我执政四年就可以了 或者执政五年 我就改变香港 我觉得我们整个的看法 就是这样 即是说 我们是要令香港有一个制度性的变更 我们政治上赢30万票 只有150万人投票 赢5分1的选票 都政治公关不成功 川普是否成功 川普赢得很少 如果是百分比 我觉得真的比共产党的孩子 我们选举赢成这样 还是不成功 只不过制度腐败 我想问一下大家 一个政治牌别 20年延续六次的选举 他每次都赢成20%以上的选票 都不成功 只不过是因为制度不合理 赢了就没权 还不成功 你想想 现在政党更替 民主党试过做过 两届以外的执政美 台湾也没试过 香港的民主派连续赢六届 那你都说成不成功 我真是瘦皮 只不过他扭曲了 你明白吗 我应该是特首 不是开玩笑的 你可以下届我走 我真的会做特首 可能你说陈某政是混蛋 你选错了 那都要更替 我真的希望各位真的要明白 如果我们也是 叫什么PR失败 我真的不应该说 连续赢六次选举都PR失败 不是啊 你真的要博一下你朋友 这样也不成功 连赢六次 六年证 好 好